- 不知道为什么在坦克战场可以打出大量的伤害,尤其是杀相派的 - 加特给到大招,再跳进闪现进塔内Q一下,把AJ的人有关系 - 这波肯定要开了,这波看一下小明先发给到大招,那这样子的话,那个关灯没有影响小明的大,但是旁边熊熊还是选择过来,因为369一机TP到场,这波怎么说,先杀熊熊,里边还有个TP,这波应该是没进阵的TP,熊熊能不能留下,有个点燃,点燃就由小虎收掉了熊熊的人头,里边Loken跟老牛也赶到,但是二连直接被AJ的开车 - 但是下路这时候一波开车又在被拦了一个后路,漫天飞雨之后,进到塔内的位置,还是遭到三个人的 - 百人的话开车就直接的拖了,这时候,是来做视野做侦察的Ban,是被逼出的大招,牛头就是说架着大招想要往后走,但受到的伤害相当相当的重,大招马上就要结束了,还没有拖出 - 那是最后来了呀,这波是要拿一些开刀啦,挡在前面不让你开车,呃呦,这波就直接过来,撞上来造势,然后强行拦截了之后,然后耐得再卷过来,拱住了再卷进去,三人夹击,成功拿下,AJ人头 - 与此同时,RNG上路放出峡谷先锋,小明就在一波的强势推进,加上Karsa已经侧边到位掩护,这波是想要强行拿二塔的位置,Karsa在摸位置的,这个TP也不能取消,怎么办?下来,立刻被嘲讽,RQQ以后有下一根伤害 - 而且Night没有下来,TP的时候,369,两个前排,顶在前面,AJ草丛里面抬一个Q,抬到两人,加里奥给一个大招,但是他们立刻拉不下了大招,反过把牛头,这个时候他被全顶了进去, - 与此同时,芒生率先遭到击杀,这个时候他们想要往前打,RNG扛不住这一波的正面伤害,Night再开传送门,往前追击,明确定留下来断扣,断扣的结果也是牺牲了自己,这一波Loken基本上是一个free输出的位置,速度进度相当的不多,梦言这时候开起大招,选择往上飞,飞了一波小虎,把小虎打过了奋身,并且跃墙而走,这个时候下边再度一个进场, 但是连上来是防灯被防灯一脚给踢开,复活甲也爆出来了,这一波小明的加里奥一个大招砸进场,把后排的瑟加特给控住,回家车并没有办法解决后排,进入了复活状态,遭到安全的手势,与此同时,前方战场,卡莎开始进行瘋狂输出,一波只击倒了赛恩的将士,这一波状态,远古龙再度回血了,这时候又来一个TP,应该是AJ的TP将会到场,而另一边369还在复活中,马上TP到场,但另一边卡莎前面秒了,这波远古龙怎么说,这边的战 这一波剩下的应该是蓝色帮的一个追角战了,那既然拿下了远古巨龙,后续的战斗,TAP就没有不赢的道理,顺利取得一波非常纠结,至少长千RMG一级,坚持折点的TAP,靠着狂烈的进攻,其实的偷打大龙,然后还有包括说最后远古龙战的胜利,